在1971年12月,中国第一艘自我研制驱逐舰在海军服役后,自此以后中国海军驱逐舰被研发,从此步入了腾飞的阶段。 在进入21世纪后,随着世界科技技术的迅速发展,中国又开始研制最新导弹驱逐舰及其全国最先进最顶尖的技术人才,打造出被称为中华神盾舰的171件。 这艘驱逐舰的成功研制,也标志着中国海军驱逐舰,成功打入世界强国行列。 目前,在中国南北两大造船厂,同时建造的驱逐舰数目有着17艘之多,在如今世界强国之内,可能除了美国之外,就只有中国能够在同一时间,如此大规模建造驱逐舰呢。 同时根据外媒统计,中国海军在最近四年所建造的军舰已经达到了西班牙、英国、印度和德国海军之河。 同时把国海军更视,中国在过去四年中不声不响所打造的海军军舰,已经相当于一支完整的法国海军。 这下吓人的数据已经发出,在国际上直接震惊了许多国家。 甚至英国民众还以为我们很落后,直接招致不少媒体嘲笑,你才落伍了。 目前中国正在服役和建造的052D型和055型驱逐舰加在一起,大约有33艘。 但是真正比起美国还是有着不小的差距,中国距离世界最强大的海军美军,还有这一段很长的路要走,但是同时希望中国海军能够一直奋勇直追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